字幕作词 李宗盛 郭道明和你们说 五行金木水火土都有分阴阳 金木水火土都有分阴阳 阴那边的金木水火土就是负面的性格 阳的金木水火土那边是正面的性格 八卦里面每一个卦象都有分阴阳 阴阳的意思是正面和负面 你要记住 中国人所说的阴阳 就不是西方所说的二元对立官 中国人的阴阳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一个好人一定有阴暗面 一个阴暗面的人一定有好的一面 是不是 杀人如麻的那些士兵 可能回到家里有一个好爸爸 对不对 神父都会摸小孩子 和尚这里索棋 有没有看 是什么 就是这么简单 一个市长又来找我 前一陣子 哎呀保善老师 我们这个地方的佛教协会和道教协会 想请你给个意见 哪一个人做佛教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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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来问我 他同盟了 这个市长 我说了几个条件 给他 叫他去找 但是 无端端他的道教协会和佛教协会 这个市是刚成立第一届 无端端为什么这么快要换人呢 和尚和道士就是偷工得商的钱 真是白痴 香油箱得多少钱 对不对 他就是偷香油箱的钱 被人捉到正 所以和尚和道士我都不信 我都不信 我绝对不信 48个人加起来,去再念 你要用多少钱 才请到48个人帮你念经 人家花两台词才请到几条尼姑 在那里搏搏搏搏搏搏帮 就是这么简单 你要48天 用真心 去帮那个亡者念经 我们是为真心 我们没有钱 一分钱都不要人家 没有任何利益 你要多少钱才能请得起 就是这麽简单 你请我我都不去 就是这麽简单 为什麽今天我们会去 平时我们逢星期二有作念不去 为什麽我今天还要带队去 就是这个年轻人 他写的信来申请 很有礼貌 很有礼貌 言辞恒辞 就是他这个孝心 所以我们去 就是他这个孝心 就是他懂礼貌 懂规矩 我们就去了 所以人 礼多仁不怪 不该前不该后 多谢前多谢后 这个值得赚 年轻人 不是他父母死过 是他母亲死过 他都有这个孝 我们就去了 就是因为他的孝心 他这个孝心 不能够用钱去衡量 我们这个作念 又不能够用钱去衡量 一拍就即合了 听不听得明白 这个就是道 我们的道是双契合 就是去了 用钱我们就不去了 就是这麽简单 是吧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缺这些钱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 是吗 但是他这伙心 这个世间少人 所以我们就要去 助他 让他这个善心 可以继续发大 因为当他发出这个善心 我们去回应他的时候 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对了 那他会不会继续行这个善心 所以天有求必应 所以天有求必应 原因是什么 你发过善心 天和你这个性一合 你就有求必应 就是这样来的 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善心不怕发 一定要发 天就会跟你认 好 接着坤卦 坤卦为阴 天 乾为天 坤为地 地有个特性 刚刚我们说的 坤卦的特性 是刚见是如一 是苦策万民 是慈悲 这个是坤卦的性 那坤卦的性是什么 坤卦的性是厚 是顺 是顺 是油 第一 厚 地能够有个承载力 所以叫做厚 厚德在物 所以厚德在物的原因就是 一个人的包容性 这个就叫做厚 是什么 是什么 宰上肚内可参舜 厄将军压前可走马 宰上肚内可参舜 这个就叫做厚 包容性 这个就是地 信 这个大地你对他怎样 他也是这样的 他儿子 骂到他妈死也好 他妈都是这么关爱 不是个儿子 是不是个傻 游 女性的体现 温柔 是吧 所以现在的人 他不懂得八卦 他就不懂自己的本位 是什么 不懂得走 女人 女人 你一尾硬 男人就不回来 你这么硬 他又硬 你又硬 轰轰轰 轰轰 女人最大的武器 是眼泪 你不需要跟他吵架 凌晨三点钟 拍醒他 你坐在旁边 一尾行不行 可以的了 为什么要凌晨三点再说 等農油 还是凌晨三点 氧气聚,,,刚刚一放出来 就是这么简单 废人大貌味神弓 废主悲 废主悲伤 人时 废人大貌味神弓 你吵得特别öm 我和你说 哇 老师你搞这个事 不用什么的 就这样看着他 一会流眼泪就行了 不用骂他 也都不好骂他 就是流眼泪 是不是厉害这招 叠杀技 指示你不要 指示丑时不要吵架 因为他指胆丑肝 大家的肝起一动就打架吵架 而且他眼睡 他想睡觉 他一定最脾气最臭的时候 但是你被他睡了 九点钟十点钟 你早点上床睡觉 你如果那晚想吵架 早点上床睡觉 三点钟起床 我教你们 必杀技 明白吗 所以你要学地的性 女人要学游 要承托万物 地状菩萨就是了 学地的性 所以为什么地状菩萨 你不知道他究竟是男还是女 地状菩萨他很多时候 事业的都是女人生 其实他想说的是昆卦 你看看 主要有两个描写 一个是婆罗门女 一个是江木女 都是旧妈妈的 和父母的 他不是想说 那个人物 他想说背后 通过这个事显理 行地 昆卦 说的是女人的三样德 游 顺 厚 所以 学地状法门 你要学的第一样 学低 学矮 是不是厚 学游 做好处 找好处认不是 你如果 你不懂得找好处认不是 你不懂得学做低 学做矮 要这个 好像那个小小议员 你就永远学不到地状法 那些小小议员 永远是区议员 永远立法会 不轮到他 你明白吗 你这么厉害 为什么要做立法会 你不就更厉害 如果去到 每个人都 你老板都厉害不了 是不是 阿爷知赊也不用听 你这么厉害 所以永远就是 在那些什么村 什么村里面 让你做山寨王 就是这样 他又不需要解僱你 他就困住你 这个最小的 我解僱 他那个政党 不喜欢他也好 不解僱他 一解僱他 是否如龙出大海 你明白吗 海阔任天飞 是不是 我困住你 用个名利困住你 但我又不让你发挥 是不是高 所以人一生被名利所困 就是这样 阿爷也催我 我不想 因为我不怕 保善老师 一日被人骂到PK 我也不怕 不关我事 你们要记住 不关我事 这个性要自由 这个人 心性一定要逍遥 不是 关了一个网 看不到 不关我事 就是这样 人一定有被人骂的 但是你自己要顶天纳地 过到自己的良心 我来说 不要 因为你真的会出错 不广� 不广�